如果您患有关节炎,您可能已经被告知许多关于您的软骨是否可以修复的不同信息。 也许有人告诉你,关节炎只会越来越严重,而且情况会越来越糟。 好吧,在今天的视频中,我将揭示有关软骨修复和关节炎的真相,因此,希望您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减轻您的痛苦。 在今天的视频中,首先,我们将讨论关节中的软骨,然后我们将讨论关节炎会发生什么。 最后,我将讨论软骨是否可以修复背后的证据。 在视频的最后,我将给你一些最佳建议,让你无论年龄多大都能有效保持关节健康。 软骨是关节中一种特殊的节地组织,它具有独特的成分,使其既坚固又灵活,能够有效缓冲冲击力。 我在这里画了一幅很糟糕的图画,里面有一个关节和软骨,可以给您看。 这里有骨涛,中间有软骨。 基本上,软骨是由几种物质构成的。 你有细胞外机制,我用蓝色画出来,它主要有水和一些称为蛋白聚糖及胶原蛋白的细胞成分组成。 然后你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些细胞,它们使软骨细胞能够有效地保持你的软骨健康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的软骨会逐渐出现磨损,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关节炎。 但关节炎不仅仅是软骨磨损的过程。 在软骨细胞的帮助下,您的软骨不断愈合和再生。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软骨再生的速度会显著减慢,而软骨被消耗的速度会加快,这会导致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软骨的净损失。 如果我们失去足够多的软骨,就会出现受影响关节疼痛和僵硬的症状。 我们过去认为,软骨根本没有再生能力。 它的血液供应确实较差,这意味着治愈效果有限。 现在,软骨下面的骨骼可以通过增厚和扩散来努力尝试补偿关节炎,但这可能会导致如骨坠等一些问题。 骨坠是指关节边缘的骨质增生现象。 迄今为止,最有证据证明有效缓解关节炎的方法是规律的运动。 关节炎护理杂志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,散步和阻力训练均能显著改善经常进行这些训练的人的软骨质量。 它通过增加软骨细胞,那些帮助保持关节内软骨健康的小细胞的数量来实现这一点。 现在还不清楚锻炼是否真的可以显著增加关节中软骨的数量,但如果你拥有质量更好的软骨,那就意味着你的关节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,免受不必要的压力和拉伤。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患有膝关节炎的患者来到诊所,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后,他们就不再感到任何疼痛了。 现在,如果我们在治疗前后对他们的膝盖进行X光检查,这些照片看起来会完全一样,因此他们的关节根本没有改变,但他们的力量和活动能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这意味着他们的症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 但是软骨再生补充剂怎么样? 虽然许多补充剂都声称可以有效帮助软骨再生,但很多补充剂并没有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得到证实。 首先,葡萄糖案。 虽然有些人声称定期服用葡萄糖案可以有效缓解关节炎症状,但研究从未明确表明葡萄糖案能够再生损伤的软骨。 2006年2月,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《一篇系统综述》表明,许多研究结果显示,葡萄糖案对人体关节软骨没有任何显著影响。 接下来是胶原蛋白态。 虽然一些动物研究表明胶原蛋白态可以刺激关节内的软骨细胞活性,但这在人类身上从未得到证实。 最后,姜黄和乳香已被证明具有抗炎作用,但它们在帮助软骨再生方面没有真正的作用。 因此,对补充剂的结论是,证据充其量是薄弱的,而且一些补充剂实际上可能会造成伤害。 现在,我在我的书《50岁后依然健康》中深入探讨了治疗关节炎的补充剂。 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为50岁左右想要解决常见身体健康问题的人们提供的手册。 您可以在此视频下方的链接中找到该书的详细信息。 那么,外科手术和新兴医学技术呢? 嗯,对于手术和注射,PRP或富含血小板的血浆存在混合的证据。 有证据表明,PRP可以显著改善软骨质量并有效减轻症状,但结果并不一致。 美国运动医学杂志2019年的一项分析发现,PRP确实改善了关节炎症状。 但2021年的一项最新随机对照试验发现,PRP注射并不比安慰剂更好。 那么,干细胞治疗怎么样? 嗯,这是另一种昂贵但未经证实的软骨再生治疗方法。 最近的系统评价发现,干细胞确实改善了关节炎患者的症状,但并没有显著改变关节内的软骨结构。 还有一种称为微骨折的手术,据说可以帮助软骨再生。 微骨折的真相是,它刺激纤维软骨的生长,纤维软骨与关节中的正常软骨不同,不幸的是,纤维软骨磨损得更快。 微骨折的真相是,它可能更适合于治疗局部软骨损伤,而不是广泛治疗大面积关节炎。 那么,综上所述,您可以做些什么来积极帮助减缓关节炎的进展,甚至实现再生软骨呢? 嗯,正如我们在视频开始时所说的那样,锻炼是最有证据支持的方法。 所以今天我将向你展示如何使用它来帮助你的关节。 现在,在我向您展示我将要建议的练习之前,我只需要让您知道它们并不适合所有人,因此在尝试之前请先检查一下。 如果它们给你带来任何痛苦,就避开它们。 当锻炼治疗关节炎时,你只需要做两件事。 首先要改善受影响关节的活动性, 其次要有效提高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和强度。 我将以我的膝盖为例,向您展示如何做到这一点,但这个原理可以应用于身体的任何关节。 好吧,所以今天我给你们详细展示了三个视力练习。 我们假设问题主要出在膝盖上,这就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重点所在。 因此,我们首先要提高膝关节的灵活性。 所以,这项运动对于膝关节炎患者来说非常有效。 这被称为膝关节活动。 你开始躺在床上,非常简单。 你的头休息好了,你的颈部和肩部放松。 我们要对这条腿受影响的那条腿,做的就是慢慢地将它向下滑动,直到它平放在床上,然后将膝盖轻轻地推到床上。 保持两秒钟,然后缓慢向上弯曲膝盖,将脚跟一直向上移动到身体底部,直到感觉到明显的僵硬,然后再保持两秒钟,然后反方向再将其推入床中。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,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弯曲膝盖时,我们会增加曲曲度,即膝盖弯曲。 然后当我们伸直膝盖时,我们会增加伸展度。 这些基本上是膝盖的两个主要运动,曲曲和伸展。 患有关节炎的人,他们的身体往往会变得僵硬,他们往往会失去一定程度的运动范围。 恢复其实非常简单,只需反复练习这两个简单动作,往往就能有效缓解症状。 所以,这将是我为治疗关节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。 第二件事,是我们需要增强实力。 当我们谈论膝盖时,保护膝盖的最重要的肌肉群之一,就是骨四头肌,即位于大腿前部的肌肉。 为了这个原因,我非常喜欢直腿抬高,因为它不会给膝盖带来任何压力,也不会像许多人在尝试下蹲时那样引起疼痛。 所以,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。 你要把受伤的膝盖伸直,另一个保持弯曲状态。 在开始之前,只需轻轻地将下背部平放在床上,然后保持腿部伸直,将其抬起,直到两条大腿平行,然后再慢慢放下,确保动作缓慢。 我们需要大约四秒钟的时间将腿放回床上,然后一路上升,再一路下降。 顺便说一下,如果您在家做这些练习,那么所有这些练习的良好重复次数范围是连续重复10到30次。 如果您想同时完成所有练习,可以一次性重复几次,但更好的方法是将它们分散到一天中。 这意味着您全天都要少量多次的运动,这将真正帮助您受影响的关节。 现在,在您完成直腿抬高运动后,另一项对患有膝关节或宽关节炎的人有很大益处的运动是乔式运动。 我喜欢乔式运动的原因是它可以增强臀部和大腿的所有肌肉,它可以增强你的股四头肌,而且根据你放脚的位置,它也可以锻炼你的腿筋。 对于膝关节炎患者,我会让他们舒适地弯曲膝盖,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您的舒适范围。 您需要将脚后跟牢牢压入床或垫子中,因为我们要用脚后跟向上推动,像这样再次将背部平放在床上。 您也可以像我一样抬起脚趾,以夸大脚跟按压的效果。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脚后跟发力,强有力地将骨盆抬起,使整个身体从肩膀到膝盖保持一条完美的直线,然后在顶部用力挤压臀部。 再次保持,两三秒即可,然后慢慢放下。 然后你可以再重复一次,将背部放平,用脚后跟挤压向上推,到达顶部时挤压臀部。 别试图过度延伸到这里,高于这个高度并没有任何额外的好处,而且可能会拉伤背部,这就是人们经常犯的错误。 然后基本上只需保持该动作,并在顶部稍微挤压并保持即可,建议连续进行10到30次这样的练习,效果极佳。 如果您每天能够这样做3到4次,这将是用这些原理有效治疗膝关节的好方法,但您也可以将其同样用于臀部、肩膀和背部等部位。 它在任何地方都有效,这就是关于软骨再生和关节炎的真相。 虽然很明显我们不能轻易地再生受影响关节中的软骨,但你仍然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控制疼痛,减少僵硬,让自己再次活动起来。 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,如果有的话,请在下面发表评论,我会再下次再与您交谈。